好 我們說到這個做民調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要請教一下學衡 因為現在寇伍姐她是說 她手上有一份關鍵的民調 顯示出蘇貞昌跟侯友宜 其實兩個人只差0.1%而已 然後大家就說是不是這個民調 拿給蘇貞昌看 所以才打動她 可能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民進黨又說沒有這份民調 所以有人就說民進黨不承認 是不是要替游席昌留點面子 我們還是先講 第一個民調是機率的科學 民調是運用隨機抽樣 然後再用各種各樣的加權之後 把它變得比較接近正常世界 所以你永遠都可能賭到 朱玄搞不好都比金城武帥 我做一萬次裡面搞不好有一次 那你拿這個東西來做 百分之來勝選的一個條件 本身有一點誇張 那第二個我相信有這份民調 因為那個民調其實褲玄姐貼出來的時候 你待會看那個格式 你會發現你以前好像有看過這種格式 用心細民體然後做表格 但我一時間不確定是哪一家 那可是為什麼民進黨否認 原因很簡單 可能不是黨裝上做 可能是某一個 因為現在要委託民調 沒有說你一定要是大公司 你找對單位 你實際上打電話去跟他講說 我要委託做個民調然後題目是哪些 雙方討論一下就開始做 你指定這個電話調查時間 指定出爐的時間 OK 所以一定是民黨內部有人做 可能有熱心的人去找民調公司做啦 那搞不好書戲了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嘛 那反正這個資料又被拿給這個叩叩姐 那但是今天這個中午的時候 在中職會跟在後來的選隊會起了風波 起風波的意思就第一個 你這樣很不夠意思 已經黨決定要給蘇貞昌 你還要把這個民調拿出來 就瞧不起我游錫坤 你要跟我游錫坤難看嗎 不要看臉啦 不要看臉啦 你就已經決定了嘛 好吧那你怎麼樣決定 你不要拿出來好 除此之外 還有陳經德今天又多嘴啦 陳經德今天講說 欸我聽過好幾次啊 這個游錫坤確實講 他沒有要選新北 我可以做人證 我們這樣講 陳經德什麼系的啊 菊姐底下的人嘛 所以這就尷尬了 對啊那好 這已經得罪人了 而且陳經德千不該 萬不該 又多補一句話 哪一句 希望能夠啊 這個游錫坤啊 這個水牛伯 能夠回到宜蘭來 光復宜蘭的勝利 欸那你這樣是不是 捅一刀之後又轉一圈 對然後連陳厚破 也被再轉一圈了 對啊那我說陳經德這樣講話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 菊姐受益啊 菊姐是萬年捅枯 但陳經德一直在那邊轉動 轉轉轉轉轉轉 所以今天下午其實遊戲的 不管在這個中職會啦 或者包含選對會裡面 其實風波很大 大家講說對 你又要贏 又想要翻桌 又不給面子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好那你說到這份民調 因為今天呢 後來寇姐她就說 這民調當中還有更詳細的 我們回到另外一章 她有講到就是說呢 這份民調 其實她的年輕人的部分說 蘇貞昌其實比侯友宜來講 年輕人的選票 她比較hold得住 你覺得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狀況嗎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信者很信啊 但坦白講 以我來講 我不算年輕人嘛 可是蘇貞昌是 從我小的時候選到大 就我從我有投票權 就看蘇貞昌選舉 到現在我都兩個小孩啦 那你覺得 現在二十歲的年輕人 有對蘇貞昌有多少了解 這真的很讓人有挑戰啊 他上次是擔任那一個 我們講說民黨黨主席到2014年 那這樣算算也是四年啦 所以你要有印象的 現在能夠投票那群年輕人 今年二十歲的話 那大概十六歲的時候 他很注意 政治 所以知道蘇貞昌是誰 再往前推又更早以前了 那所以換句話說 有一個問題是 你說在年輕人裡面 支持度蘇貞昌比較高 那到底有什麼原因 我覺得大家要去探究原因 而不是只看結果 因為結果都是機率的結果 那為什麼蘇貞昌比較受歡迎 所以光頭大家覺得比較亮嗎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找到原因了 這個才有意義 要切入啦 要從這個地方 不過像侯友宜 他也講說我們拿到的就不是這樣啊 說我們拿到的民調跟這一份差距很大嗎 老師真的很難講 應該這樣講 藍營之前都已經有說過 他們做了相關調查 侯友宜都是贏 都是贏不少 那之前他的對比式民調 這個跟吳秉瑞有贏到大概快三成 那這個數字非常大 這已經超過所謂的誤差 好那這個就有一個挑戰啊 你如果說蘇貞昌跟這個侯友宜之間差距很近 你只有百分之一的話 那個問題啊 那你仔細看那個數字 百分之零點一 那在誤差範圍之內 對 我們一般來講好的這個民意調查 誤差範圍百分之二 那不好一點到百分之五 可是你現在只有一個百分之零點一的時候 這本身是一個危險 好那新北市的部分可能就會由陳菊去喬嘛 不過大家也講說 在台北市的部分 我們也來看看陳菊 陳菊他現在也有可能他會去喬台北市這邊 因為現在民進黨到底要不要禮讓柯文哲還不知道嘛 那但是大家就說陳菊跟這個柯文哲的關係也不太好啊 因為之前柯文哲不是也是在那邊虧人家講人家嗎 什麼悠遊卡逼不進輕軌的事情 然後又說高雄舉債等等的 現在又說他又不再選對會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柯文哲現在講話都是階段性 你沒有看到之前我們還播出來 王世堅狡猾他 然後就說在你百般阻撓之下 王世堅翻臉說那四個字是什麼字 柯文哲說道歉對不起我道歉 那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所有的恩仇都不是真正的恩仇 現在的問題是在於整個民進黨 分成頭身體跟腳 對柯文哲的立場是不一樣的 腳是誰我們還是舉例啊 就是王世堅嘛 柯黑頭 對不對 那對腳來講 你要鞏固所謂的基層選民 就盡量提 盡量踹 盡量罵柯文哲 好 可是到了身體的部分 之前是洪耀福啦 現在我們就說這個林耀德選對會 選對會對柯文哲的立場 又是我們要想辦法讓柯文哲產勝 因為產勝之後他就不能選2020 那可是問題是產勝這一刀很難切 你知道 就你要讓他勝 你又不能讓他贏得很多 那所以這個威脅很大 但更別提到頭的部分 也就是陳菊跟蔡英文 他對柯文哲的看法是 那我們安撫他 不要把他打太兇 2020年也許他知恩圖報 不會出來跟我們鬧 那我這樣一講 頭 身體跟腳 完全對柯文哲有三個 不一樣的意志的時候 陳菊出來把整個黨估起來 到底能不能估到統一 那反而變成關鍵 否則任何一個地方打過頭 你整個另外一組的關鍵戰術 都會失敗 所以真的不容易 所以現在是民進黨的頭跟身體跟腳 大家都想的不一樣 所以怎麼樣把他估起來 然後做一個平衡 這個部分還考驗的菊姐 他的政治的智慧還有手腕 好 另外我們稍微回來 我們要來看到